醫院走廊傳來悲痛 啜氣聲 醫生護理人員 大家圍著馬姓男子 不斷拍背安撫 緊緊握著他的手 請他撐下去 不要放棄希望 家屬地上再多的衛生紙 馬姓男子的眼淚還是流不停 無法接受妻子已經離開他 年幼的兒子還躺在家戶病房 一塊石磚正歲幸福美滿的家庭 當時駕駛馬姓男子左腳纏紗布 拿雨傘當拐杖走出派出所 微笑事發經過他聲音顫抖 說一切發生的太突然 一家三口是布農族人 馬姓男子是原明會委託 東華大學專管中心派遣到宜蘭縣 原家中心的社工督導 熱心助人還曾擔任花蓮縣府 以及門諾醫院的社工 臉書上經常分享家庭出遊罩 而不幸喪命的妻子是門諾醫院的護理師 已經有八年的資歷 颱風天下午門診停診 中午十二點半下班 傍晚全家開車去附近超商買東西 卻再也無法一起回家 七歲的兒子才剛從幼兒園畢業 準備上小學 這回就連超商買點東西 也是全家出動 卻意外遭颱風 催落的磚牆砸傷 我們實際爬上了美輪飯店宿舍 隔壁大樓的屋頂 可以看到這個頂家鐵皮 是完全承受不住 昨天晚間的狂風Bug 因而掀起來砸向了女兒牆 讓女兒牆倒塌 從六樓砸到一樓發生了憾事 縣夫表示會替傷亡者 爭取最大補助 縣長也送上慰問金 所有人都希望奇蹟出現 男童能平安渡過難關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